咱不惹事,可也不怕事,也不能总是平白无故地受人欺负 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正在热播,和幸福的婆家明显有点重男轻女 王家一共有三个孩子,大哥王庆来二哥王庆芝,还有小妹王秀玉 王家爸妈,把最好的教育资源都给了二儿子王庆芝 事实证明庆芝的确很有出息,还考上了研究生 然而对于最小的妹妹王秀玉,王家爸妈却认为给女孩子读太多书是浪费 还不如早点打工多赚点钱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,王庆来不可能一点不受到父母影响 可想而知当和幸福怀孕后,他所面临的压力有多大了 刚查出有孕那段时间,婆婆对和幸福百般呵护与讨好 甚至还把当家的权利交给了他 但每次去医院做孕检,婆婆都会旁敲侧击问医生是男是女 他嘴上说着不在意,可当B超显示 和幸福肚里孩子疑似是女孩时,婆婆态度瞬间大变 时不时就暗示劝幸福打胎,和幸福一听就火了 每当婆媳大战爆发时,王庆来都低着头不敢插嘴 他也是在纠结中,却也太不是男人了吧